她是出生就死的吗 你怎么会想把她埋在那边 参与女婴解剖过程后 女婴妈妈低头沉默不语 她被一生母杀婴及遗弃尸体罪送办 准于两万元交保 警方调查发现31岁的她 6号晚间8点多 自行在家中产下女婴之后 直到10点多才出门动手埋婴 似乎曾历经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 而她进入公园之后 一度抱着女婴来回舵步 坐在公园的阶梯上发呆 最后才进入溜滑梯的碎石地埋婴 前后抽搐了近一个小时 到底女婴被掩埋前是死是活 检方15日会同法医解剖相宴 初步发现该婴儿并无其他外力伤 遭弃至于公园前 是死胎或活胎 法医研究所进一步鉴定 检方已进一步采集女婴脏器 切片送交鉴定 报告一个月内出炉 死的婴儿的话 她没有呼吸所以胸尾会比头尾还要小 如果是火的话 因为她有呼吸 所以胸尾会比头尾要大 解剖的时候 如果肺部里面有空气 那就是活了30分钟 未到12场都有空气的话 那就是活了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到大厂都有空气的话 就活了12个小时以上 女婴埋公园两天后才被一对母女发现 当时妈妈虽然讶异 仍镇定对女儿说 碎石堆中露出的头部是假的 然后报警 公园埋婴令人震惊 妈妈群对于这个公园 敬而远之 一般民众也尽量避免在晚上前往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您的热情